德国基电大厂西门茨是工业4.0的先驱业者 台中市这次的欧洲行 除了是参访荷兰之外 也到了德国的科隆跟西门茨签署合作备忘录 上以更高格局来走出台湾 带台湾前进 而另外也参访了巴兰克福会展中心 要作为未来的水南国际会展中心 跟台中市产业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跟策展借金 在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的见证下 台中市金发局长吕耀志 与台湾西门茨总经理郑志峰 一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共同打造全球智慧机械之都建立合作关系 德国基电大厂西门茨是工业4.0的先驱业者 台中市台湾工具机产业聚落 这次双方合作将是带领台湾前进的火车头 我们预计把它实现在台中有两个示范产线 一个由工业院所领导 另外一个就由西门子 以及他的这些合作的客户来领导 建置这样的一个产线 那所有的地方都会在台中市的这一个市区里面 那长期而言的话 我们希望把这些产线都可以导引到 我们的这个水南的这个创研区里面 去做一个很好的这个产业的示范 现在我们配合这个智慧机械 还有我们的工业4.0的这个实力 我相信两方面结合对我们未来 不管是对西门子或者是对台湾的发展 对工业往上一层 我想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西门子在全世界 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国193个国家 西门子在190个国家里面 有他们的这个办公室 有他们分公司 有他们的合作的这个厂商 所以这是一个指标 对于这一个台湾来讲 我是比较特别对林家农市长表示佩服 除了到德国科隆与西门子 签署合作备忘录之外 这次团队也参访了法兰克福会展中心 作为未来水南国际会展中心 以及台中市产业国际会展中心的 建设与策展借境 在全世界有这一个55个合作的伙伴 可以涵盖175个国家 那他在30个其中比较重点的国家 有办事处 在台北他的关系也非常好 那我们以后也是希望说 他可以来跟台中好好的合作 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些产业也是蛮强的 我们的工具机 我们的一些新的产业 比如说像可能我们有一些电动车的零组件 可能就跟以前的汽车不太一样 那也许就可以双边的互相合作 法兰克福是德国的展览城市 一年约举办130多场展览会 在欧洲具有相当地位 市府也希望学习其经验 结盟创造实力加值 为台中的产业及经贸 带来更高水准与价值 家族风杨宗环德国采访报道